人是不是你杀了 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头戴安全帽面对提问默默不回应 他就是犯下双十命案的凶手沈文斌 2012年12月 他为了找到分居一年的前妻 伙同弟弟跑到七舅开在遗烂的槟榔摊找人 但没找到妻子 却掳走七舅的女友 跟另外一名不相干的友人 最后将他们溺斃弃尸 沈文斌在2020年判死确定 成为第37名死球 过了12年没执行外 还有假释的可能 也让死者家属无法接受 更担心对方真的哪天假释成功 到处爬爬走 被害家属扛着沉痛 每天过着难熬的日子 还有他们 2012年3月 彭建源不满他的结拜兄弟 周姓男子不挺他 没一起去寻仇 买了汽油跑到KTV纵火 只有周姓夫妇及时逃了出来 他一直来就纵火吗 还是有跟你先生有吵架 没有 他现在跟你先生是国中同学 那他有什么原因发生争吵吧 没有 一把火葬送五条无辜性命 当时他当众呛法官 说他有杀人故意 希望判他死刑就好 还说判他死刑比较公道 2014年彭建源也判死刑定宴 其中一名死者是新竹城隍庙名店 阿富卤肉饭的老板邱文富 十几年过去了店家依然坚守在庙口 招牌卤肉饭配上笋汤是韬客标配 老板无法掌除 经营也换成弟弟接手 而原本被大火吞噬的案发现场 也已经变成一家公司 呛判死彭建源 现在死刑视线有条件核线 哪天恐怕他重获自由 看起来也格外讽刺 东西新闻孙中荣代志坚 在新竹宜兰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